冰岛火山再度爆发 雷克雅内斯半岛的火山 是一个月内第二次喷发 熔岩这次迅速流向父亲城镇 很多民宅起火燃烧 当地民众前一天就全数撤离 不过短期内返家的期盼再次落空 好在这次机场的航班 目前没有受到影响 而同一天印尼的火山也喷发 它是大量的火山灰喷向天际 这个火山在一个月前才酿成20多人死亡 火红的岩浆四处喷溅 位于冰岛西南部的火山 不到一个月又再次喷发 知人的容颜不断流向附近社区 黑夜中岩浆像是金色火龙 迅速蔓延 雷克亚内斯半岛上的火山在当地14号早上8点喷发 几个小时后就在距离最近的城镇 格林达维克边缘形成第二条裂缝 导致熔岩溢入住宅区 已将至少两栋民宅吞噬 自上个月火山喷发以来当局就不断在周围打造围墙保护社区 不过没想到这次的火山列口 却直接贯穿了平障 而且开口仍在扩大 一公里的浓缩是一公里的浓缩 它是南部的浓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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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南部的浓缩是在浓缩上的浓缩 尽管没有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但眼睁睁看着家园被毁 民众的担忧全写在脸上 由于火山爆发会释放有毒气体 目前也还无法评估火山活动会持续多久 以及严重程度 当局表示将持续对格林达维克的居民 提供住房经济等支援 冰岛位于北达西洋火山热点之上 平均每四到五年盆发一次 这次是自2021年以来第五次喷发 而在此之前 雷克雅内斯半岛上的火山已沉寂了近八百年 尽管这次的火山规模叫上一个月小 沿江的流向却造成更大的破坏 值得清心的是这次也没有 尤管了大量的火山会云 的火山灰覆蓋 當地診所擠滿大量病患 馬拉皮火山已難以預測 瞬間噴發文明 才在上一個月 造成20多名登山客傷命 這次的爆發 目前沒有傳出有人傷亡 不過當局已經禁止居民及旅客 在火山口周圍4.5公里活動 並且發布第二高的警戒 TVB新闻總和報導